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火柴棒买出来的 一共用8根火柴棒对吧 请你移动两根火柴棒 使得下面变成一个菱形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请大家注意这个词叫做 移动两根一栋 不是让你增加两根 也不是说减少两根 而是移动两根 所以从位置上面来说的话 火柴棒的位置发生改变了 但总数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我们说总数应该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对不对 反正就是移两根使它变成一个菱形 哎呀 这个题目就有点难了 可能有人说老师 那我 你让我去掉四根吧 那行 我咔咔咔拿掉四根 对吧 拿掉四根以后变成一个菱形 这 这 这也不能让我拿掉 这怎么就能移动两根变成一个菱形呢 这咋办呢 怎么做呀 请注意这是一道脑筋击转弯哦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要打破常规的思路 你看我只要这么着变一下就行了 怎么办呢 我保留后面那个菱形啊 这两根我去掉 去掉以后呢 把其中一根放在这里吧 横着放吧 这一根呢 竖着放 那你看我就变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变成了文字里边的一个菱形呀 是不是脑筋就要弯嘛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是用文字表示出来的 它不是说变成了一个菱形吗 一个是我们写的文字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竖起来 变成阿拉伯数字的一 对吧 前面是一个 后面保持不动菱形 你看这道题目是不是也做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移动火柴棒 那么今天这些课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好些题目跟火柴棒有关的 马上我们可以一会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还是在正式开始题目之前来看看 今天重点要学到什么内容 好 今天重点学什么呢 就是火柴棒了 火柴棒来摆算式 你看它可以摆成图形 也可以摆算式咯 然后呢 火柴棒里面的一些重叠问题 挨着的叠着的这种对吧 叠着的问题 以及火柴棒来摆图形 所以我们说火柴棒可以摆算式 可以摆图形 以及图形里面有些特殊的重叠问题 那么马上我们就自己先来看一下 这道题目吧 这是一个火柴算式 有好几问对吧 说下面呢 是用火柴棒摆成的算式 都是有错的 都有错 只许移动一根 注意是什么一根啊 不是加一根 不是减一根 是移动一根啊 移动一根 使得等式成立 那么我们该怎么来做呢 比如说这道题目吧 怎么做呢 我们说其实方法不值一种 不知道宝贝们 你们想的是哪一种方法 你看啊 如果说我想保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7不动的话 那么我看 是不是可以变下这个14 对吧 怎么变呢 你看你可以把这一根 给它给拿走 移动的话 就是位置发生改变 我把这一根放到这里来 这样是不是就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是这种方法的话 就是什么呢 最后的算式会变成4加7 等于多少 是不是也等于是11啊 把这根挪到这里来 4加7等于11 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我们说改的是数 对吧 把14改成4 把1改成了11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改 我们说组成一个火柴算式 其实是有两样东西组成的 一个是数字 对吧 数和数字 还有样东西呢 就是符号 那你是不是不光可以变数字 还可以变符号呀 比如说我把这道题目里面 第二种方法 那我写在哪呢 我再写一个算式吧 它原来是14加7等于是1嘛 对吧 这个算式当然是错的 那我还有种方法 我就把这加号里面 这根数字 我把它给去掉 去掉以后 是变成14减7了呀 那14减7就等于7 那么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只要加一横就行了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我们说这个算式就变成了 14减7等于7 你看这两种方法是不是都行 所以我们说做火柴算式的时候 往往答案是不唯一的 你选择写出一种来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记得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可以改符号 可以改数字 好 来看下面的题目 741加上21 减去121等于141 哦 感觉到题目很大的数 对不对 而是就长 得数又大 那这种题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一个一个去算吗 注意我们要来仔细观察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总共四个数里边 谁跟谁长得感觉比较像啊 是不是741和141有点像 后面都带41的 然后一个是7 一个是1 前面的这7能变1 1能变7 对吧 以及还有这21和这个121 就差了前面那一根了 这个1对吧 所以怎么做呢 你看一个加一个减 如果我能把他们俩变成一个是加121 一个是减121 这是不是一加一减就底下为0了 对吧 那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边写成加上121呢 你看 把它写成加121 是不是让7这边的这一根挪到这来就行呀 挪过来以后 你看 加121和减121就底下没了 那么这边的这个741变成141 那是不是就变成141等于141呀 是不是也是成立的 这个算是就是等号左边是141 等号右边也是141 两个一样的数 数相同符号相反 可以抵消 这里一加一减 两数是不是就已经是抵消了的呀 对吧 就已经抵消了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改变的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数 改变的是数 而不是符号这道题目 当然你如果别的想法 也可以自己来试试看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 他其实这种题目的思路就是 先去算一算 然后去移移移 你觉得他的答案大不大 答案不大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答案给改一改 改数改符号都行 如果得数什么的特别大的时候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改得数 对吧 通过计算 你可以把其他小东西给它给消灭掉 这也是一种方法 总之呢 就是我们说了 在火柴棒摆算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你就得先去通过计算吧 然后去调整大小 对吧 通过简单的计算 你也不用算的特别精准 先简单的看一看 他的这个式的答案是怎么着的 对吧 通过计算调整大小 然后呢 方法里面 要么改数 要么改符号 这两种东西都是我们说 可以改的 但是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仔细是 加还是减火柴棒 加火柴棒还是减火柴棒 还是移动火柴棒 这些条件 你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记住哟 好 那么这个题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这个举议范三 这题就是说的什么 是移动火柴吗 不是的 他说的是添加一根火柴棒 请你添加一根火柴棒 使得这个等式呢 能成立 那么这题就太简单了 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 他的得数特别打 725 这有725 左边也有725 你就先观察嘛 对吧 最好他们俩不要动 然后呢 中间的31和131 就差前面一个1 符号还相反 那添一根 我肯定添在这里呀 我添在这里 减131加131 他们俩是不是就底下没有了 底下没有以后 是不是就变成725等于725题目 是不是就完成了 多简单呀 对不对 那你看下面那个题目 是不是方法是一样的呀 怎么样 你看左边有628 右边也有628 是不是 数六都那么大 那我就希望最好不要动了呗 我把中间那部分 把它给消灭掉不就完了吗 中间一加一减 一个是35 一个是135 那加一根 肯定是加在这儿了 对吧 加135 减去135 底下没了以后 那么左边是628 右边也是628 相等了 这种题目 是不是就是都用这种方法来做呀 对吧 中间有部分相同 然后呢 这个符号还相反的 那通过加一根 或者去一根 把它变成完全可以一样 对吧 数完全一样 符号不一样的情况 把它给底消掉 剩下来的答案 和前面那个数相等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说到的 做这种题目说要注意条件 什么条件呢 是让我们去添加一根火柴棒 不是减少 也不是移动 这是我们需要去仔细读题的地方 对吗 好 那么这题说完以后 我们继续 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例题二 例题二说什么呢 它如图在图中的每个圆里面 都放入几根火柴棒 你来看 这是一个大的三角形的形状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它让我们干嘛 请你移动几根 移动两根火柴棒 使得每条边上三个圆里面的火柴棒总数都等于几 都等于八根 听不懂 听不懂吗 总共是不是三条边了 一条边两条边三条边 这三条边里面 每个这个圈圈里面 是每条边里面都有三个圈 每个圈里面都有一些火柴棒 要求就是使得每一条边上 每一条边上的三个圆圈里面的总数都要等于八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减二 我们先把它标出来 因为你一个个直接这么看火柴棒 不太好观察 对吧 写数更明显 这是减是三 这是三 这是几了 四 这是三 这是三 对吧 我们先把它标出来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你说这些位置里面 它所在的位置 有没有谁是比较特殊的 是不是应该这三个圈圈是比较特殊的 就比如说拿这个圈来说吧 这个二 是不是这条边要算一次 这条边要算一次 这个三呢 是不是这条边要算 这条边要算 这个三也是 两边都要算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尤其要去关注那些什么呀 特殊位置 就是重叠的那个角上 对吧 注意角落的位置 那么我怎么去注意呢 我们来看要求 还记得吗 它的要求是每条边都要等于八 那你来看这里面 二三三 这合在一起就已经是几了 是不是刚刚好 就等于是八呀 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是满足条件了 这儿呢 二三三 对吧 三加三六 六加二八 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满足条件了 OK搞定 那么唯独谁没有满足条件呢 你看这里 三四三 这个加起来等于是多少了 三加四 这是七 七加三 这是十 呦 我们发现它太大了 对吧 太多了 所以怎么办呢 肯定是想的变少一点呗 对吧 减少几根就行了 我们说 它去减少掉两根就行了 减少两根就会等于是八 那如果说 宝贝们 我能不能直接从这里面拿走两根呢 拿走两根是最方便的 对吧 说行吗 不行 因为它的要求是移动两根 那我怎么才能移动两根呢 也好办呢 方法不止一种啊 老师只是提供一种方法 比如说 我看谁不顺眼呢 我觉得这边 太多了 好 那我把这两根去掉 把这两根去掉以后 那么我们同学说 老师我把这就去掉两根以后 我补到哪里去呢 这边反正已经是八十满足了的 说我把它补到这吧 或者补到这 大家觉得行不行 你觉得行吗 如果你去的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恰好是最不可以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把它去办以后 虽然这一边满足了 但你总得有一个地方去放它吧 你放在哪呢 你如果放在自己的这一侧里面 那它的总数还是没变 你如果放在这边了 那是不是这边的八就被你破坏掉了 注意哦 这一侧的八和这一侧的八 是不是就已经是满足了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就是中间那个圈圈能拿吗 注意我们说是不可以拿的哟 这两根是不可以拿的 把它涂掉 那我可以拿哪里呢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示大家了 我要去注意的哪呢 是不是注意是角落的位置 那么我们来看这边 角落的位置里面的话 答案也是不值一种 你说我这里面的话 不是太多吗 多出来了两根 那我把这两根拿掉行不行 试试看啊 你把这两根拿掉以后 是不是自己的这个 这条边的这个十变成八 已经是满足了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说这两根我拿掉以后 我放到哪去呢 其实你说 咱们说是放在哪里 你放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就是OK了 放在自己这边 当然你这两根你别放在这儿 你要放在这儿的话 这一条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所以就是从角落里面拿起来 放到中间的位置去 因为你从角落里面一拿的话 是不是一改改着是 感觉是两侧 你把这边多的给它改少了以后 然后放放在哪里呢 你放在这个位置来 你说这边它自己有没有发生改变 放到这边来以后 你看这边的话 这个八已经满足了 是三四变成一了 对吧 它已经变成了 我们先说变成一了 变成一了以后呢 我们说这是八 这是对的 然后这儿呢 本来是三的 加了两根以后 它变成五了 那变成了二五一 二五一的话就等于几 二五一的话 是不是就等于八一 对了呀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应该是减少太多的那边里面 在太多的那边里面 我减少角落上面的那个火柴棒 然后呢 把它拿走以后 这使在它自己这边先满足 然后放到它所在的另一边的中间位置 你不能放到角落里了 放到角落里面会影响到另外一边的对吧 放在自己所在的另一边的中间的位置里面 是不是就OK了 所以这种题目答案不止一种 你可以动这边的 你可以动这边的 是不是都行啊 大家可以去 看着老师给大家讲了一种方法 你可以去自己再去试一试 对吧 移动的方法 有没有了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那这个题说完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个总结 我们说像这种三角形 或正方形 角落里面呢 是不是都是重叠的位置呀 那么注意这种重叠的位置的话 就对我们做题的话 帮助就会非常的大了 因为它往往是管着是两边 做题的话 是不是要从这种位置入手来做题呀 对吧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目 说呢 把15枚亿元的这个硬币 你看在这边啊 放在了这个桌子上面 我站在这边 因为图在这里 摆成了一个梯字形 大家看到吗 这是一个梯字形 对吧 如下图所示 那么现在它说呢 从左数到下 或者从右数到下 都是11枚 什么意思呢 你从这边数过来 你数出来是不是11枚 1234567891011 对吧 从这数过来 1234567891011 是不是都是11枚 对吧 到这边为止 到这边为止我们题就读完了 接着来看啊 说现在呢 有一小朋友 名字叫小明 他干嘛呀 拿走了一枚 本来的话是这么一幅图 被他拿走了一枚以后 说请你把剩下的呢 重新摆一下 使得从左数到下 或者是从右数到下 仍然都是11枚 哦 这道题目好奇怪哦 你看啊 本来的话是没有问题 从左到下 从右到下 都是11 对不对 但我拿走了一枚以后 怎么还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怎么办呢 我们说明明拿走一枚以后 就是不就不够了呀 那不够怎么办 不够怎么办 我们有讲过 不够用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想一想 重复的情况 对吧 那么在这道题目里面 哪些是重复的呢 请大家注意观察 金金老师已经画完这些线以后 我们发现 中间的这一数六 是不是正好就是重复使用的 就左边数过来 往下数要用到 从右边数过来往下用 是不是也要用到啊 所以这一块就是重复的 那么我在拿的时候 你就不要拿中间的那个 因为缺的话 你这边拿走 这个左边右边都少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不要拿 重复的这边去拿走 拿的是那种单班算的这种 比如说你把这一颗给它拿走 这样拿走以后 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个右边数过来 是不是仍然是11个 没有影响 但左边呢 左边这样子过来以后会怎么样 是不是就少了一个了 是不是数过来 肯定是少了一个 变成10个了 所以我想让它仍然是11个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肯定得在这补一个了 在它左边这边补一个 那你说补在哪里 补在左边自己这个位置吗 补在这儿是不是跟刚刚一样了 你刚把它去完 又把它补回去 这不是有点麻烦吗 对不对 就是在干嘛呀 对吧 所以我要补一定是补在底下的 这个重复的部分 好 那么在这边 假如啊 我们说我在这边补一个 如果我在这边补一个话 那么现在是不是左边就应该满足了 你再数一遍啊 1234567891011 左边是不是就已经是OK满足了 但是我们的右边呢 是不是就会多了一个出来 对吧 而且你就想这个是从哪来的 我并没有让你增加呀 你应该是移动了一个 那么移谁呢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一颗移掉 拿到这边这个位置来 就整一颗这个呢 我们这样拿走 拿走一个直属一遍的 再移动一个直属一遍的 放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的右边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只是这样子数过来 我把这个数到了 放到下面来 位置发生的改变 是吧 总数并没变 你也可以数一下 1234567891011 这样是不是就OK了呀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东西不够了 但是就数起来 总是感觉还没少 怎么办 我们说不够用的时候 就可以想一想 重复的这种情况 宝贝们 你们掌握了吗 好 那么这套题目 我就先讲解到这边